大家好,我是薛妈,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安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 不管是老人,小孩对于科技产品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经常对折手机看,很容易造成眼部疲劳 久而久之就变成近视眼,老花眼 小朋友平时的学习任务繁重 每天回到家都要做作业做到10点 甚至更晚,这样对眼睛很不好 平时应该多喝一些青肝明目汤来保护眼睛 今天就用枸杞叶来分享一个青肝明目汤 首先我们准备100枸杞叶 枸杞叶具有多种保健功效 枸杞叶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 多种维生素和钙铁等健康 眼睛的必须营养物质 固有明目之功,俗称明眼之 除此之外,枸杞叶的功效与作用还有以下这一些 第一,可以提高机体免疫力 使用枸杞叶可以扶正固本 增强机体技能,促进健康恢复,并且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 第二,可以防癌抗癌 枸杞叶对癌细胞的生产和扩散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当代实验和临床应用的结果表明 枸杞叶带茶长饮能显著提高和改善老人体落多病者和肿瘤病人的免疫功能和生理功能 具有强壮机体和延缓衰老的作用 枸杞叶中含有微量元素 可以明显抑制癌细胞使癌细胞完全破裂 可以减轻癌症患者化疗的毒副作用 防止白血球减少,调节免疫功能 第三,保护眼睛明目 枸杞尤其擅长明目 所以还俗称明眼之 历代医学家治疗肝血不足 肾阴亏虚引起的事物昏花和厌盲症 经常使用枸杞,著名方剂 齐菊地黄丸就以枸杞为主要的药物 民间也有习用枸杞叶治疗慢性眼病 枸杞叶增弹就是减变有效的食疗方 第四,可以抗疲劳抗疲倦 枸杞叶能够显著增加鸡糖原、肝糖原的储备量 提高人体活力、有抗疲劳的作用 第五,可以增强学习记忆能力的枸杞叶具有改善大脑的功能 增强人的学习记忆能力 第六,降血脂,治疗高血压使用枸杞叶可以显著降低血清胆固存 核山油干脂的含量减轻和防止动脉硬化 治疗高血压,是冠心病来的良好保健品 第七,增强人体的造血功能 枸杞叶有明显促进造血细胞增殖的作用 可以使白细胞数量增多 增强人体的造血功能 第八,有效的延缓衰老 枸杞叶为福正固本 生精补随,滋阴补肾,益气安神,强生健体,延缓衰老治疗药 自古以来 就是滋补强壮咬人的上品 有效的增强各种脏腑功能,能改善大脑功能 对抗自由基的功能,有明显的延缓衰老的作用 第九,可以美容肌肤 枸杞叶可以提高皮肤吸收氧化的能力 还能起到美白皮肤的作用 第十,可以强生壮阳,提高男性的性功能 治疗男性不育症作为滋补强壮剪剂剂 治疗肾虚个症以及肝肾疾病,疗效甚佳 十一,可以降血糖 治疗糖尿病由于枸杞叶含有糊的延生物 可以降低血糖 因此枸杞叶可以作为糖尿病来的保健品 十二,可以保肝抗脂肪肝 枸杞叶具有保肝补剩的作用 能抑制脂肪在肝细胞内沉积 并促进肝细胞的新生 十三,可以缓解过敏性胭症 枸杞叶对于过敏引起的胃肠道 关节疼出血等症状有缓解的作用 这些作用是通过调节内分泌实现的 枸杞叶清洗干净控水捞出 枸杞梗把它剪成小段 也是放入水里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的枸杞梗直接放入锅里煮水 大概煮十分钟左右 把这些枸杞梗里的味道全部煮出来 在枸杞梗煮水的时候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两个鸡蛋 鸡蛋富含胆固醇,营养丰富,是优质蛋白质 B族维生素的良好来源 还能提供一定的脂肪,维生素A和矿物质 具有保护肝脏,健脑抑制,保护势力等功效 鸡蛋中的蛋白质对肝脏组织 损伤有修复的作用 蛋黄中的软离子可以促进肝细胞的再生 还可以提高人体血浆蛋白量增强机体的代谢功能 第二,健脑抑制 鸡蛋黄中含有的甘油酸子,胆固醇和卵黄素 对神积系统和身体发育有作用 卵离子被人体消化后可释放出胆碱 能促进大脑发育,改善记忆力 第三,可以补血 鸡蛋中含有丰富的铁 铁元素是人体造血和在血中运输氧 营养物质的作用 达到补血的效果 第四,保护势力 鸡蛋富含叶黄素,玉米黄素 能保护眼睛不受脂外线伤害 吃鸡蛋对用眼过度的电脑珠也是有益处 碗里打入两颗鸡蛋 然后把它调成蛋液 放入一旁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小块生姜 生姜可以去腥蒸香 生姜具有上寒发汗 温味直偶 杀菌阵痛,抗炎之功效 生姜切好,放一旁备用 锅里煮的枸杞梗已经煮好了 把这些梗夹出来 朋友们,制作视频不易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 麻烦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 或者在视频底下留言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接着把刚才切好的生姜片也放入进去锅里 然后再加入一点食用油 接着把清洗干净的枸杞叶放入锅里 大概煮20秒左右 接着把蛋液也淋入上去 把这些汤水煮至沸腾就可以 调味的话只需要放入食用盐和胡椒粉 把它搅拌均匀 这一个清干明目汤就煮好了 坚持喝上一段时间 你就会发现你的视力越来越清晰 一点都不模糊 被枸杞叶药性微凉 还可以清干热 对干火上沿引起的目次肿痛 以及偏头痛都有很好的调理作用 喜欢的朋友不妨收藏起来试一下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 也欢迎您的订阅点赞收藏准发 也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